是不是很像在做附近 太度心太對 學就會看 欸 就會學得很快 我感覺不錯喔 好 來 二 三 欸 我真的會空了 該不會上次的棒球都會空吧 該不會上次的棒球 會空帶來這了吧 哈囉 歡迎來到小小珍奶頻道 今天珍奶要挑戰一日 網球國手 不是啦 好 我們今天呢 就是受到Jack教練的邀約 來到華中橋下的網球場 這網球這個東西我真的是 從來沒有體驗過耶 小時候有玩過那種 就是媽媽買過的那種 兒童版的那個網球派 等一下不知道能不能挑戰成功耶 今天的信心指數大概 80 80他 珍奶這麼有運動細胞 應該還是可以了吧 那我們現在就去找教練吧 GO 歡迎Jack教練 嗨 大家好 我是陽光網球教學中心的 Jack章 章教練 教練你大概網球的年資有多久啦 我教學大概到現在已經有8年了 8年 就是8年都在教學網球的部分嗎 對 沒錯 這豐富經驗的教學中 有遇到什麼樣你覺得最困難的部分嗎 最困難的大概是教小朋友 對 因為小朋友他比較活潑好動 會比較調皮一點 對 但是也是可愛的一面 有點像天使有點像魔鬼的 所以可能會不受控的一直這樣 好好好 對 那像這種完全沒有經驗的呢 初學對於網球來講 難度是一定有的 但是就是要 勤奮的練習 對 然後加上持續不斷的上課 要可以當教練了 網球拍比我想像中還要大耶 欸 人生是第一次拿網球拍嗎 因為我小時候 真的是我國小的時候 那種網球拍真的是 這個的一半短 然後大概這樣 然後我以為正式的球拍就長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正常的球拍是有分尺寸的 對 哇 超放大版耶 先從我們最基礎的 正手拍握拍開始 正手拍握拍 我們右手的手掌 從拍面滑下來 虎口對於第四個平面 這個平面 然後握起來 握起來 大概你的虎口 會是在這個位置 握起來 轉過來一點 對 這個就是你正手拍的握拍 正手拍 然後我們可以再握後面一點 對 等一下小禎奶如果覺得 打起來比較重 沒有力的時候 你再往上摸一點就好 那一開始我們先握底 讓你的手 靠在下面 好 這樣握起來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先面對 面對球場 我們面對球場 然後正手拍的時候 你的四指 四指跟大拇指 會放在這個倒三角 倒三角的位置 然後擺在我們的肚子前方 然後雙腳圍開 然後圍蹲 我們的預備動作 然後預備動作之後 緊接著第一步 我們轉身拉拍 轉身拉拍的時候 動你的左腳 左腳 往右邊 右腳前方跨 然後轉腰 然後手連帶的拉到 右邊的腰部 這是我們拉拍的動作 這個時候我們先注意 你的拍面 切記不要讓它翻起來 翻起來的時候 你在打球的時候 球會沒辦法 摩擦球 讓它帶旋轉的一個效果出來 所以我們要讓它 圍蓋 圍蓋 然後再來是手肘 讓它圍彎 手肘圍彎 對 有點L型的感覺 再來手肘跟你的腰部 大概是一個拳頭的寬 然後拍頭 不要向上翹 讓它水平 水平掉 我們拉拍的動作 就到這邊結束 然後再來 我們要做一個 轉身揮拍的動作 我們轉身揮拍的時候 手不動 轉動你的腰 腰帶 打到球 對 大哥在這邊打到球 打到球之後 右手順勢的到左邊肩膀 然後左手會接球拍 做一個收拍的動作 對 就這樣子 我們在打球前 會做一個拉拍引拍的動作 我是不是很像在做腹筋 好 我們再一次喔 好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擊球的動作 應該是說這個是一個連貫的動作 對 我們一開始 預備動作完之後 我們拉拍跟轉身揮拍是連貫 所以正常來講會是 左腳出來拉拍之後 棒 然後就直接揮完 好 再一次喔 預備動作 轉身拉拍 轉身拉拍 對 對 對 拍面 這樣子 對 然後彎 回彎 對 然後揮出來 打到球之後 手拍 收起來 就這樣 好 結束 好 我們來試試看喔 我球等一下放下來之後 彈起來 在腰的高度就把它揮出來 好 來 揮 揮 揮 然後手拍不見了 揮拍完之後要手拍 揮 對 尾巴這個不見了 抱著這個美妙的姿勢 可以 好 要這樣揮 對 整個揮完 好 再一次喔 往前面變芭蕾了 再一次 你感覺滿好揮一根 對耶 我剛剛打出去 比那個棒球 好多 再一次 好 來喔 好 腰轉 喔喔喔喔喔喔 啊 沒關係 好 來 翔哥來 四 二 三 喔喔喔喔 可以可以可以 好玩耶 好玩 好玩 三 喔喔 現在目前都有過去喔 這樣因為我想問一下 我左手要幹嘛 左手 你拉拔的時候 左手是伸出來的 喔 伸出來大概擺在前方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對 然後再來 手腕一樣 手腕讓它出來一點點 這樣子 讓它露出來一點點 對 然後揮完之後接球 左手接球拍 好 二 三 喔喔 不錯喔 不錯喔 這樣一直都不錯喔 再一個 二 三 好 好 很好 然後我們現在換反手拍 右手手拍 滑下來 握起來 會感覺有點像在握菜刀的感覺 好 再來是左手 一樣貼拍面 滑下來 併在一起 對 這是我們反手拍的握拍 好 然後剛剛是跨左腳拉拍 現在換跨右腳拉拍 右腳往左腳前面跨 好 對 然後手就是順順的擺到左腰 對 一樣轉腰 然後當你轉腰打到球之後 一樣順順的拉起來 拉拉拉 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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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手 再一次喔 好 手不用舉是不是 不用舉不用舉 來 看我一次喔 好 揮完 兩隻手收起來 可以 對 很像在打棒球 我剛好鋪球在這裏 那邊在哪裏 就是要有這個POSE 泰度要先出來的 好 泰度 心態對 學就會看 欸 就會學得很快 我感覺不錯喔 好 來 好 二 三 欸 我這樣揮空了 該不會上次的棒球都揮空吧 該不會上次的棒球揮空帶來這了吧 反手不像 揮 對 對 反手會難一點點 反手比較難 好 再幫妳調一個東西 扶口然後對這個平面 對這個平面 對這個平面 來喔 放鬆喔 好 不用很用力喔 轉腰就好 二 三 好 再一次 二 回 呼呼 有 過去了 好 再一次 二 三 嘿 很好喔 動作不錯 動作不錯 二 三 嘿 嘿 可以 可以 很好 球很遠喔 我感受到了這一顆的扎實 我剛剛嗨 我就感覺到那個 球跟球 網球面的那個 接觸的那個感覺 不太一樣 呃 揮出來 像這個聲音 跟剛剛的聲音不太一樣 這個就是打到框的聲音 框喔 對 就是沒有打準 沒有打到拍面 打到上面或下面 打到球拍的邊緣 教練 那我們這樣打出去的時候 是不是要有點這樣把它撈起來 噗噗噗噗噗 不撈不撈 對 不撈喔 我們在打的時候 我們都是水平 我們建議水平揮 水平揮擠到球之後 再去做收拍的動作 我們千萬不要從下面 把它往上撈起來 從下面往上撈起來 球一定會是高的 我們球平一點 稍微帶一點點拋物線就好 所以我們水平揮 從腰部的地方 水平揮出來就好 好 我們再兩個喔 這個要扭屁股 不用 來 好 揮 很好 好 再一個 二 三 揮 反拍的重點 你的手部很 比較會容易跑掉 就是原本幫你調好了 然後打到後面 你會 右手腳都會一直跑跑跑跑跑 一直跑掉 所以這個是你要注意的重點 那正手排比較沒什麼問題 正手排就偶爾會忘記收拍而已 對忘記收拍 對 正手排我現在不會忘記了 正手排收拍就這樣 哈哈 要被跳芭蕾這樣 教練你今天幫曾凱打幾分呢 我今天的 網球的挑戰 1到10分給8.5 喔 8.5 居然有及格欸 那剩下的1.5分是 1.5分 1分是動作 動作有些地方還需要加強的 太像跳8.5了 對 沒錯 然後差的0.5分是 永遠都不會有滿分 一定都要留給這點空間 就是要來找教練上教練課才會進步啦 對不對 有些地方是 好 讓我來找教練 就算一下 我們會找教練 對 如果大家找教練 的話會就要來找教練